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加强打击起底 2021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 经已开始实施 自2019年年中以来 香港出现严重的起底行为 不单侵犯个人资料私隐 更加触犯了道德和法律底线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 这两年来处理接近6000宗的起底个案 情况猖獗 社会大众因此强烈要求 将起底定为刑事罪行 并加强执法以盗拙有关的行为 起底的行为 除了对受害人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伤害 例如滋扰、騷扰、纏扰、威胁、恐吓 或者心理伤害 还会令很多人因为怕被起底 而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私隐公署作为执行私隐条例的机构 保障市民的个人资料私隐 是我们的责任 私隐条例的修订 可以令我们更迅速 更有效地打击非法起底行为 至于怎么算是触犯起底的罪行 一起看看以下这条影片 每天都收到几百个电话资料 很烦 谁在网上公开我的电话号码 为什么在网上有人恶意公开我的个人资料 我把照片和这么多个人资料被人贴出来 还写上众伤我和女儿的说话 以后还怎么见人 任何人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 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 并有意图或罔顾 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他的家人 梦受指名伤害 例如滋扰、騷扰、纏扰、威胁或恐吓 或者对当事人或他的家人 造成身体、心理伤害或财产受损 就构成起底罪行 起底属于刑事罪行 切勿以身示法 修例的目的 是打击侵犯个人资料私隐的起底行为 包括将起底定为刑事罪行 并且赋予私隐专员法定团力 发出停止披露通知 要求停止或限制披露涉及起底内容 同时赋予私隐专员权力 由起底个案进行刑事调查和检控 而加强对起底个案的执法力度 修例涉及打击非法起底行为 并且赋予私隐公署适当的执法权力 罪行范围界定清晰 具有针对性 而且目标明确 对象是发布起底信息的人士 私隐专员的刑事调查权 亦与其他执法机关的刑事调查权相类 修例在保障私隐和言论自由之间 已取得合理平衡 不会影响市民现时享有的言论自由 和资讯流通 在网上的世界 任何人未经资料当事人的同意 披露去的个人资料 并且有意图或妄固 有关披露是否会导致当事人 或者去的家人蒙受指名伤害 都可能构成起底的罪行 大家在转载任何看来 是起底的讯息之前 都要三思 以免触犯法力 最后我再次提提大家 起底属于刑事罪行 切勿以身示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